来吧卡兹克 打野蛮在 这可少见了 一般现在都是打线上的 打线上比打野要强 打线上比打野蛮在 玩把脚跃打野别急 都有都有 就我这英雄海 保你看个够 打线上比打野蛮在 怎么创业吗 红buff还能丢眼可以 下方可以玩个泰坦 等一波他的意义加强 这版本螳螂怎么样 T2左右吧 成绩能破墩 对于螳螂来讲 还是加强的 螳螂没硬控 有瓶药待会打架用 可以去找瞎子了 你太慢了 还有成绩之波都得死 不要吃蓝 吃蓝收益不高 我们这个状态只够刷一组野 所以选择蛤马 蛤马的经验 比这个蓝buff要高的 蓝buff跟 其他普通野怪的经验一样 直接走就好了 瞎子腰过来 打他不需要药品了 直接药水里才好了 当然他也有可能来吓的 这虾子刷了四组野 四组野的话 也就是 他是从这边一路刷过来了 没有这种打法的 瞎子最好还是 把双buff先给他清了 那下颗蟹又可以吃一下了 而且的话 现在他下半区的野还刷新了 可以接着反他一下 现在的话 第二轮刷新的野在 4分25秒左右 现在已经4分50秒了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来 他的石头轮肯定是有 F6也快刷了 往下走一下 先从石头轮开始清 他刷的有点慢 其实正常情况下 F6也刷了 他现在没刷就意味着 他可能掉了 我感觉他应该是掉了 不然他应该不会刷这么慢的 F6就不要了吧 抓不下路 这波机会特别好 来 抢手猎路 等他离开小兵 是了 孤立无援 我再蹭点经验 可以升6 顺便可以拉个龙这样的 有些人不懂 承接破盾不奇怪 毕竟刚改没几天 不是每个人看直播都打游戏的 我过去杀瞎子了 右上角 7分10秒左右 这蛮仔要死 去救我一下他们 你们看我这波是不是好像失误了 对确实失误了 对确实失误了 主要我跟他看了一眼弹幕 他吃F6去了 他这个等级的话 吃完F6也到不了6级 我可以吃完红等他 吃完红再送到上路 他就跳到A了 小红玩的不太行啊 进去逗133进修一下 我W怎么没办法出去呢 少了45点 正常情况下的话 这个虾子会去偷先锋 但是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思考他 因为他不是很会 所以他应该是不会去偷先锋的 只不过我们可以刷的汤一点 你看到没有 我龙都打完 你他下来干嘛 所以你打不同的对手 你可以切换一下模式 知道吧 对阵下药啊 打会的人 你就用会的思维去思考他 打不会的人 你就用不会的思维去思考他 他这个时候再往上走 主要他到6了 这波感觉不好杀呢 先发育一下吧 这波虽然杀不了他 但是感觉给他打跑还是没问题的 一把小刀 6级 看到我 他叫青肝影 蓝色 过来过来过来 有青肝影在 快来 快来 来啊 等他把兵清完 回去了 你去当吃他这边 他在打了 你去一套给他秒了 这是从来爆发比我高的这个点 他不懂啊 这不给他秒了 势不可难 大过去 我直接跳他死了 你在干嘛呀 你在巡逻吗 小谷宝安 小谷宝安 电视频 就会了 我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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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